Hello,大家好,我是Kali,阿黄姐姐,我又来了 今天是1月26号,大年初二 但是这里英语绵绵,人心惶惶,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 今天早上,我的学生回深圳了 我有一点难过,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让他们来农村过年,本来是想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还可以去周边的景点玩一玩 我家的周边,开车两个小时的范围之内,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比如乌镇、西唐、南巡、绍兴、宁波、杭州、上海等等 可是没想到碰上肺炎疫情,他们哪里都去不了 他们每天只能去我的叔叔家、伯伯家串个门 他们去的最远的地方,竟然是村头的小河 好在他们是英国人,英国的冬天也是英语绵绵的 这里的天气让他们有种回到英国的感觉 所以他们还是非常喜欢我的农村,也非常开心的 不管怎么样,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了 为了走得顺利一点,他们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计划了 我想让我的姐姐开车送他们去海盐客运中心 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大巴车票去上海的浦东机场 两个小时就能到上海了 但是,昨天晚上,我的姐姐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是这样说的 根据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为保障市民及乘客的健康安全 自2020年1月26日零时起 海盐所有长途客运车暂停运营 恢复开行时间另行通知 也就是说,从今天早上零点开始 从我们海盐县开到嘉兴地区以外的巴士都停了 所以,他们就不能坐长途汽车去上海了 这样,我们只能另外再想办法了 好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高铁站 我又想让我的姐姐开车送他们去高铁站 但是后来又听说 在去高铁站的路上 所有的车辆里面的人都会被要求检查体温 如果他们发现你有发热的话 就会要求你隔离 万一姐姐在送他们去高铁站的路上 如果有发烧的话 就算是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发烧 也有可能会被要求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这样一时半会儿就回不来了 这样的风险有点大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滴滴上叫一辆车 今天早上十点多 我们在滴滴上下了单 等了十分钟 没有司机来接单 那个时候我们有点担心 后来又等了十分钟 还好终于有一个司机接单了 司机来的时候戴着口罩 也要求他们两个人都要戴口罩 于是我又给了他们两个人 每人两个口罩 他们顺利地上了车 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就到了嘉兴南站 在那里有很多车 去上海的红桥火车站 或者红桥机场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非常的方便 终于把他们送走了 我也可以松一口气 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 于是我舒舒服服地在家里 看了一个下午的电视 到晚上的时候 我才有时间 才有心情去看一些新闻 整理整理视频的资料 然后我就发现 不仅仅是武汉被封城了 全国上上下下 成千上百个地方都开始封城了 整个中国全面开启了隔离模式 你们来不了了 我们这里封路了 我突然觉得很庆幸 幸好我的学生走得早 万一再耽误一些时间 他们可能都走不了了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待在家里 心情非常的低落 准备去睡觉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待在家里 保持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